泰国女性尼达帕查纳维拉潘 二月底和朋友搭船出游 却意外掉进湄公河不幸身亡 因为过程太多疑点 在网上也掀起一片讨论 深圳引发是塔莎的揣测 之外媒报道 26日此案侦查结果出炉 泰国警方总共传唤了134人 并查看了近200则影片 88件证物 47份证词 泰国警方更制作出 犹如纪录片般案发当天的时间轴 证据影片中也点出 船尾突然有东西消失的画面 疑似就是怕查纳维拉潘的落水瞬间 警方也推断腿上的伤 就是落水后船尾螺旋桨造成的 但对于船上证人所说 他是小便士尊下师族 这个说法则无从查证 目前已排除他杀 并认定该案为意外 避过失至死罪 起诉6名嫌疑人 分别为船主船长 怕查纳维拉潘的经纪人和友人们 有人都已提交20万泰铢 约新台币18万元的保释金 并预计在5月27日到检察院办理起诉程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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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